新闻焦点回到国内 台湾海岸线不断的退缩 根据统计,全台至少12处的海滩和沙洲严重流失 虽然政府计划性养滩 但有时候受限到预算不足,无法长期执行 学者就忧心,海岸退缩未来将会比现在更糟 空拍画面记录十年前台湾海岸线的状况 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海岸线退缩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像是台南的黄金海岸 民众说小时候到海边想玩水得走好几分钟 现在却要担心沙滩会不见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统计 全台至少12处海滩或沙洲严重流失 大多分布在台湾西岸 像是嘉义的豪美辽海岸已经退缩66公尺 台南七谷海滨50年退缩1000公尺 而另一处知名景点黄金海岸 也在短短20年内退缩了30公尺 就连高雄骑京海岸 10年内就退缩了50公尺 学者说虽然政府计划性养滩 但有时受限于预算 无法长期执行 也只能挑重点区域养滩 让海岸线退缩的情况 没能彻底解决 海岸线退缩美丽的海景 被削破坏取代 也让台湾陆地面积逐渐缩小 若不多点积极作为 情况只怕会越来越坏 记者南部综合报导